一年365天 每一天跟您分享一个乒乓球的小诀窍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河教练 打球不盯球的时候 就等于我们只顾着自己打 不想对方 所以说的话 盯球是关键 所有的技术 我们所有的动作 加上我们所有的战术 我们的回应 或者我们发完球怎么打 对方怎么处理 这个都涉及到盯球 也是我们基本功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之一 那么很多球迷说怎么盯 我们在这样子输一输看球 我们的重心比较高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眼睛难以让我们聚焦在一起 这个时候的精力是分散的 这不是盯球 盯球就必须要注意高度的集中 大家看一下站位下来 这个就是盯球 我们的眼睛尽量的话 在打球的时候 揭发球盯球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要对住这个白线 就是我们的眼睛平着这条白线出去去看球 这样子去盯球 这样子我们的远远是处于什么 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 这样子就不一定了 这样子的话 他就会处于远远高度的集中的状态 那么盯球完了以后 我们不光要盯对方的出手 他的拍面 他的发力方向 他的接住球的位置 然后球过来动我们的这张球台以后 落到球台的话 我们也要盯 很多人就是盯那里 不盯这里 然后击球 漏球 打到板的其他的位置 而不打到我们想要的田区 或者我们的拍头里面去 这个就是盯不稳 盯得不稳 那么回击完以后 再过去的话 再盯来回反复的盯 形成这种意识长久以后 你处理球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有数 而且很多时候达到一定的状态 你肯定学会预判 我盯得紧了 我就知道他准备怎么打了 他的球的线路在哪里 寻转是什么 好 如果讲到这里 您觉得黄河教练讲的在里 或者说您听进去了 给黄教练一个点赞 关注评论转发 我们每天晚上八点半 都会在直播间 跟大家进行直播交流 欢迎您到我的直播间 跟我互动